國會執選修法釋憲案 憲法法庭今天邀請申請人 跟相對機關立法院 來陳述對暫時處分的意見 雙方一開始就不斷攻防 立院機關代表國民黨立委 吳宗憲主張 釋憲的申請不合法 憲法法庭不應受理 但是總統訴訟 代理人侯偉社律師 則是反擊 憲政破壞 難回復 違憲一下下都不可以 針對國會執選修法 民進黨立院黨團行政院 總統賴清德 監察院 申請釋憲以及暫時處分 憲法法庭十號進行準備程序 四大申請人與相對機關立法院 在暫時處分的必要性 與急迫性陳述上激烈交鋒 立院機關代表主張 釋憲申請不合法 憲法法庭不應受理 但申請人則強調 違憲一下下都不可以 機關釋憲法訴訟 必須就行使職權 跟所適用的法規範 那種抵觸憲法才能申請 那我們主張 總統申請不合法 聽完各自表述 大法官尤柏祥則直接點名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 詢問立法院對於 如果總統拒絕接受 國情報告的邀請 會有什麼樣的回應 立法院是否會反制 總統人事權 強調這攸關憲法法庭 考量有無符合 暫時處分的急迫必要性 總統不來立法院什麼事也不能幹 那個不是單純的立法院邀他來 然後立法院任何一個黨團 片面的就可以決定 來了以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需要軍庭 宣告暫時處分的真正理由 因為一旦總統被邀請到了國情報告 到立法院副國情報告 會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人能夠擔保 針對行政院訴訟代理人陳述意見時 引用媒體報導批評立法院過大 吳宗憲直接反擊 對比右邊年初立法院 再給黨團總召喊話說 要讓執政黨找不到人當部長 有言在耳 我們不禁要令人 對於國家機關未來運作感到憂心 生前人的訴訟代理人 他以新聞網的報導用語 來當作法規範憲法審查的論述一句 其實這極為荒謬 這在普通法庭也不會見到 兩兆雙方在憲法法庭上供防快三個小時 而大法官對於暫時處分的裁定時間範圍 依照規定並沒有期限 是否會裁准暫時處分 各界都在關注 記者歐榮張明如台北報導 你不要讓我 embaixo 需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